佈蘭文貴 그럼 класс 大家好 那接下來就是由我這邊向諸位就是說明一下 祕訓相關的一些兩側 那還有DDR 那比較特別是說 因為諸位從早上400G那邊開始 一直沿路停下來400G 然後還有400G的PXRX 然後PCI Gen3, Gen4,SARS 然後再來是USB 3.1含Type-C的相關東西 那你會看到說 其實諸位早上聽到 其實都是一個對外的接口 對不對 那MIPI跟DDR就比較特別 原則上它是一個chip to chip 也就是說原則上來說 它沒有一個標準的對外接口 它算是internal之間的chip to chip 一個interface DDR原則上也算是 所以原則上來說 MIPI跟DDR的量測 基本上脫離不了就是 大部分來說 測試上除非你有把你的板子的interface拉出來 不然原則上 你的測試上一定是用焊接的方式 對嗎 那首先提到MIPI的東西的話 MIPI會產生是因為早期來說 在一些內部的interface來說 有所謂的比如說USB 或是說LVDS 那甚至衍生說剛剛Garry也有提到說 DisplayPort也有所謂的EDP Embedded DisplayPort這樣的一個介面 那另一方面其實比較流行的 在Mobile上面的一個interface就是MIPI 那MIPI來講的話 它就是一個原則上來說簡單來說 MIPI它最大的功效就是它講求就是省電 所以原則上標準的MIPI其實我們看到就是Mphi或是Cphi Dphi這些東西 那它裡面的標準訊號原則上就一定有 High Speed跟Low Power這幾個部分在 OK 那首先我們提到MIPI的部分 那MIPI 諸位其實從 剛剛提到說從早上聽到現在其實都是非常高速的東西 那諸位Default想法一定覺得說 MIPI其實是比較慢速的 但是原則上來說如果諸位有稍微去 都有在跟著MIPI的測試的規格或是有去協會去撈一些準則的話 你會看到說其實MIPI像譬如說Defi如果它走到3.0 它可能已經跳脫已經到10G以上了 那像Cphi1.2.0的部分可能都跑到7.8G了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它的速度已經跟我們所謂的標準那種外接的那種Port 那種譬如說PCIe、SATA甚至SARS USB3.1 Gen2或甚至說3.2的部分 速度有時候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你會看到說測MIPI測到後面你會感覺 其實好像我也在測那些高速訊號一樣 就因為它的效用其實也相對來說 越高速的時候高速的訊號的效應就出來了 變成說我的訊號在走板材就衰減很大 所以我就要TXEQ 那我的Cluck就不能外掛我就要內建 那到接收段我就要所謂的RXEQ幫我把訊號再加個GAMES給還原回來 就變成說這樣的方式就出現了 所以MIPI來講的話 主要有幾個大的 你會看到說原則上來說就是 這邊有幾個就是C5、D5就是 我們的那個CAMERA跟Display Pro相關的運作 那M5部分的話 目前來說就是從Gear-1到Gear-4 那Gear-4現在目前比較蓬勃發展的原因是 因為它有一個叫做UFS 就是透過一個標準的UNIPRO的一個Protocol 那它可以上面去承接所謂的UFS這樣的一個 在Mobile上面的一個Storage的一個部分 那原則上 這部分其實在台灣來講其實算 就那幾家廠商在做 像譬如說Pheysen或是SK Hynes或是MediaTek 那這幾家原則上來說 目前來說其實他們 然後還有就是 目前基本他們已經都已經有 M5的TXRX的測試的能量了 那像M31也是其中一家 就是專門在做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Gear-4的一個測試的一個相關 OK 好那你會看到說 這是MIPP的一個RAWMAP 你會看到N5這邊現在是4.1 那4.1已經11.6G了 那它還有5.0 所以這個速度器已經快到 跟PCI Gen4大概已經都快相距離 那D5跟C5部分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目前來講都已經在 4.5G 3.5G 那D5C5其實很類似 只是說C5它利用一些Coding的方式 增加我一些Bandwidth 所以原則上來說 它可能在同樣的一個Data 它叫Symbol Rate Symbol Rate的情況下 我可以帶出多一點的位員 我可以提高我的所謂的Data Rate 那你會看到說其實相關還有很多 那我們今天專注的部分 就是專注在Fyde的部分 Fyde的部分 好那剛才提到說 其實Mipi的量測 原則上來說 它就有兩大項嘛 一個就是 像 High Speed跟LowPort 那你會看如果USB 或是PCI它只有High Speed 它絕對不可能有LowPort 因為它不講求省電 所以原則上來說 諸位如果有測過D5的經驗的話 早期在測D5最麻煩就是說 我測D5裡面有High Speed 跟LowPort 我要怎麼測 就很麻煩對不對 因為High Speed要 50欧姆或是100欧姆的Termination 然後LowPort是Open 如果你LowPort沒有Open 我的訊號就有主抗 我有響應 我的訊號就會被吃掉 那就不叫LowPort 我就變成說 我就沒有省電了 所以 最麻煩就是說 在測Mipi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怎麼樣讓我的 High Speed跟LowPort可以去做量測 那這個問題到現在其實還是 某些部分我認為還是無解 因為原則上諸位 如果去官網看的時候 像C5或是D5的 它有一個叫做RTB Reference Termination Board 那目前來說這一塊板子 其實它的速度做不上去 所以原則上來說 如果你要測更高速的High Speed 其實那塊板子沒辦法 承受這樣的速度 整個High Speed的訊號 會Degrade 掉 那Degrade 掉的情況下 它其實就沒辦法正確的去量測訊號 所以現在變通的方法變成說 你可能要把High Speed跟LowPort拆開來測 也就是說High Speed 我可能純粹測High Speed的訊號 那LowPort的部分 我可能看LowPort 甚至說LowPort的一些 譬如說High Speed進LowPort LowPort 除去到High Speed的一些 所謂的Global的一個 參數的這些相關 去透過RTB做測試 那其他 那部分 High Speed部分 可能我就是要直接用 Direction的一個連結的方式 去做量測才有辦法 這部分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個後面會稍微再提到一下 好 所以原則上來說 比如說 像LowPort這種 chip to chip的一個標準界面的話 不是對外的界面 它還是有提到說 它有一個叫CTS 那它的CTS其實叫做 Conformance Testing的一個 概念 也就是說原則上 它希望你透過這樣的一個 概念來說的話 能夠符合我要的一個測試規則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可以減低我之間 不管是系統或是 Endpoint端的相關的一些 裝置的一些相容性 那它就不像說是像那個 USB3.1或是PCI這種 DisplayPort 那種CTS 它是強制性的 原則上來說 其實chip to chip 你要怎麼讓它去強制性 因為如果我今天 我有自己那個Source端 然後那邊有一個Sync端 我打過去它就可以接受到 然後雖然我去那完全 Violet 我的那個CTS 那這個情況下原則上 也就是說你這個裝置 只能夠對應到這樣的一個 Sync跟Source這樣直接對應 那如果你要去搭其他的 可能就沒辦法 所以原則上來說 在MiP的協位上面 他也會去提到說 希望註位就是可以在 測試的時候去follow 這樣的一個CTS 所以N5有N5的CTS D5有D5的CTS C5也是 都會有它一定的規範 那在N5的部分的話 註位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說 就是說 我還是用一下螢光筆好了 上次好像 好 那原則上來說 4.0到4.1的部分 它只是有一些B 從應該來了10的-10字方 檔到就是10的-12 然後再來就是 在一些所謂的 gear3 high speed的部分 到gear4的一些眼睛 它可能在針對這部分 有一些 所謂的中間過程中 有一些channel 有一些所謂的 package的一個model 有一些變化 那這部分來講 這邊會再做一個詳細說明 也就是說 在這邊的話 這邊是 我這邊的話 你會看到說 其實 gear3部分的話 它有一個所謂的channel1 跟channel2 channel1 channel2其實就是long channel 跟show channel 然後再經過一個PL N5部分的話 它跟C5一樣是 clock embedded 那D5目前來說 它clock是external 然後掛在外面 那在gear4的話 你會看到說 其實除了long channel 跟show channel之外 它還有多一個package 那因為gear4 已經到11.6G了 這個 這個還是5點多G而已 所以上來說 它並沒有去 apply那個所謂的RXEQ 像 諸位知道說 DisplayBone 或USB 到一個強度之後 其實你的RXEQ 一定要開出來CTLE 那不夠的話 再加DF1 那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說它已經有 11.6G嘛 所以我就開一個CTLE 然後你看 其實我後面還要加一個DF1 也就是說我在做 實際上做gear4量測的時候 其實我的示波器裡面 是要apply這幾個效應 才是真正我 一個標準接收端的 一個行為模式出來 這是有差別的 好 那 基本上來說 目前來說 其實我們的軟體上 已經針對 Channel 1 Channel 2 或是package的部分 包在裡面了 包在裡面了 那 濕波器的量測部分 原則上在對應的CTLE 跟DF1 其實 也有包進來 但是 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是說 因為 VIPP這個 規範真的是蠻奇怪的 它的定義上 有時候你會看到說 它定義其實定義的很廣泛 但是定義很廣泛 就代表說 其實大家都可以 做不一樣的方式的修正 所以原則上來說 你會看到說 它的那個CTLE定是定這樣的 如果 剛才有 我不曉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是DisplayPole的一些相關CTLE 它那個 Zero跟這個ADC 其實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我不可能有這個range 那它會定這個原因是因為 N5本身它是用在Mobile Device 它無法預期說 我今天 喘的時候 我會遇到什麼樣的一個channel效應 所以原則上它把這邊定的很廣 定的很廣的情況下 其實原則上 假設今天 我隨便去Apply一個值 譬如說 我CTLE開個2.5跟0dB 兩者就差很多 那請問一下哪一個是對 因為測試的精神就在於說 我的準則大家要照著來 我要照著來 那 原則上來說的話 如果是這樣 我說這個對 可是 A說這個對 B說這個對 那就錯了 就會有問題 那一樣的意思是說 DFE也是一樣 大家都可以自己來 因為其實都符合 N5裡面那好幾條曲線裡面的其中一條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照自己的方式自己運作 譬如說 DFE開到40mV 然後60mV 都對 可是 我這邊的開出來的i 本身的一個條件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差異性出來 那原則上來說 所以 大家就會看到一個非常熟識的畫面 SickTest 也就是說在N5 Gear 4 的量測 它的標準tour就用SickTest 就跟助衛在量PCIe 量USB 不管是做Receiver的ClearVision 不管是做Transmitter的眼睛GT量測的時候 原則上我一定都是透過標準的SickTest tool 也就是說SickTest tool透過Intel這樣的一個方式 它提供一個標準的所謂的RXEQ的方式 就是我一個標準的CTLE 標準的DFE裡面 然後去讓所有人在做N5這樣的一個測試 Source的測試的時候 我就apply同樣一個tour 同樣的條件去做測試 那這部分來講 目前來說就是 諸位如果有用過我們的N5的tour 你會看到說 Gear1到Gear3的測試的相關的 運作是透過我們的SDA 就是我們那個tour 眼睛的tour 那你在測Gear4的時候 原則上它就只會用這個去量 那這是MIPI協會 它現在目前來講就是以這種方式 來做運作 所以原則上來說 那當你做ClearVision的時候 Receiver的ClearVision 它也是用這個tour 它就不會用到我們相關的I 或是我們所謂的EasyJIT 這種Plus的這個Gear3的一個相關的工具 那以這個為做標準 所以原則上來說 這個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它famous 就是它夠流行的 因為其實很多像 剛才提到的那些相關應用都有人在用 第二個就是 原則上Intel有公信力 那它的標準 原則上大家可以去follow 比較不會大家不會有argue 好所以你會看到說 在我們的tour 剛剛提到說 其實你看 這邊有3.0跟4.0 那你會看到說test method 就是sick test 原則上就是走sick test的方式 好那 那因為原則上來說 N5部分的話 在所謂的那個system mode 這部分是完全沒有新的 完全沒有一個real的代測物出來 所以原則上它並不會 我們就原則上在我們的app裡面 完全不會支援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測試item 就是不會支援 因為沒有real的東西 好所以如果你在測用我們的軟體 示波器上面有軟體去測的時候 你在測gear1,gear2,gear3,gear4的時候 唯一的差別 就是gear4的相關的 眼圖的測試會由sick test去apply 去apply 會有這樣的差異性出來 這個可能就會稍微知道一下 那其他原則上 在gear4之前 gear1到gear3還是維持 現有的相關的一些tour去運作 這並沒有變 並沒有變 好那另一方面剛才提到說 其實在N5部分 N5其實它也比較特別 N5它本身其實跟HDMI 有一點類似就是說 它本身在做termination的時候 其實它並不是0伏特的termination 它其實在測試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偏壓打出來 所以原則上 在我的接收端那邊 其實在做測試的時候 理論上來說 你有多少偏壓的偏移 那原則上 我這邊的接收其實原則上也應該用 同樣的偏壓的termination 在做接收 會讓你的訊號在接收上 整個訊號 整個移轉過來的一個品質會比較好 所以在我們的量測上 你會看到說我們多了兩個叫做N7010的 Active的Adapter 它可以讓你在上面直接就是做正式到負式偏壓的一個設定 直接就是 原則上 原則上這一支 這一支其實就是 可以做偏壓設定 那原則上你也可以 不好意思 原則上你也可以透過這一支 去直接量HDMI 因為它就可以直接掛3.35在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調3.35 所以你的clock放在13 你的data放在24 你就可以直接去測 一lan的 所謂的HDMI 1.4 2.0 那平方掛的話當然 因為原則上來說 2.1已經不需要clock 所以它可能不需要這種方式 就可能兩支就夠了 這種方式 那下面switch的方式是 有些人可能變成說它 是比較多LAN的情況下 需要這樣的switch 可以去 不用再做代錯的切換 就是直接透過switch幫你做切換 這個看有沒有這樣的需求 那gear4來說的話 因為它11.6G 那但是因為它要求原則上 它FARM 所以目前來講它 不用算出來 基本上如果你透過racing4.0去算 它的所謂的這樣的一個bandwidth的話 原則上大概原本是33G左右 那因為它是FARM 所以我們這個有在確認過說原則上 如果你要測MIPI N5G4 原則上25G的bandwidth就夠了 四波器25G的bandwidth就夠了 就跟PCI Gen4一樣 好 那MIPI的RX MIPI N5的RX 它比較特別 就是說它是看BER 它是看BER 那如果剛剛等一下提到所謂的那個C5 跟D5的話 因為它是多LAN的 那它有時候又 剛才提到說它是CSI DSI 所以它有這些面板的點亮的需求 所以它有點跟HDMI一樣 就是我必須要AWG 我可能要打一些不是一般的PIP是Pattern 或是測試Pattern 我可能要打畫面去點它 類似這樣 所以有點不太一樣 C5 D5就變成AWG 但是N5部分它比較偏向是就是看BER 所以你會看到它一樣就是跟PCI 跟USB 跟SARS一樣 它就是透過我們的 如果以Keyside的Solution就是 JPB N8020這一台 那一樣就是透過釋波器 然後就是做Calibration 做測試 所以註問這個圖應該不陌生 就是原則上來說你會看到說 其實一樣就是我的BUR這邊 就是會打一些Pattern券 就是打可能打N5的一些ComparatorPattern 那透過 因為MIP本身並沒有定義什麼字句 它也沒有說 因為它本身本來就是一個 Chip to Chip 所以原則上你的ISI可能要外掛 或是說透過N8000本身 諸位有剛剛有在外面看到就是 它有Internal的ISI 你可以透過Internal的ISI 直接把ISI的效應加進來 對吧 那再也就是說 透過這邊Proper 然後去透過Scope做校正 譬如說校正Gitter 校正I 校正一些Swing等等 諸如此類 然後再也就是 再 直接拉回來 就是透過代車輪這邊 然後打進去RX這邊 那當然有可能它有一些叫做 Vipica Channel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給叫掉 那就是透過這樣去做測試 其實它的原理就有點像 PCIe跟USB 那 但是它訂了又很廣 所以有些 有些車上就 有些 我遇過有些客戶是說 它的訊號會 繞回來 有些就不繞回來 那這個Vipi在裡面其實都允許了 所以原則上 測N5的RX其實有點麻煩 就是說 變成說它在後端那邊 所謂的Root Bay Mode 其實 並不是很明確說 一定要怎麼做才行 但是假設註位測USB測PCIe 那就很明確 就是你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Vipi有時候 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變成說 呃 在後端部分就是 會變成要Constant 或是要Constant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樣才去 比較適合 真實的一個DUT的一個情況 OK 那一樣就是說 在Clear Branch的時候 其實我在試破器裡面 一樣就是要 Apply這個EQ嘛 所以原則上 你會看 我這邊的EQ Apply之後 我的眼睛跟眼膏 就整個就是看 拉到多少 符合規範的要求 OK 那 另一方面就是說 原則上來說 其實你在測N5 Gear 4 目前 目前所知道 剛才講的那幾家 原則上來說其實都是針對UFS 這一塊的相關應用 居多 所以 原則上來說其實他們都會要走這一段的認證 那這一段認證來講 其實原則上目前 Keyside應該算是唯一的 儀器商在這個協會裡面 所以也為什麼 那幾家IC產物是比較 專門在做這些系統的相關 模組相關的廠商都 直接就是指定就是要買我們的 因為原則上這個就是在協會裡面 就是一個 原則上就是以8020這一塊 來做一個MUI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撰寫 那另一方面你會看說它多了一塊東西 就是這一塊 就是叫DSGA DSGA部分剛才提到說其實 我們剛才提到說MIPI本身都有 HIGH SPEED跟LOW POWER 那BURG這部分 M8020這一部分的BURG 其實原則上它只能看HIGH SPEED 對嗎 因為你LOW POWER的部分 我不可能讓這一台來看 因為看不到 因為你LOW POWER打進去 長一長零 我的CDR根本就鎖不住這些東西 所以不可能透過8020去看所謂的LOW POWER部分 所以原則上來說 如果今天你要付了 連LOW POWER部分 你要看它的BIT ARROR 當然BIT ARROR在LOW POWER LOW POWER速度是超慢的嘛 大概幾MB部分 那這部分有些人認為說 我HIGH SPEED就過 我不相信我HIGH SPEED過 我LOW POWER會出現BIT ARROR 對不對 但是還是有些人會買這一台 所以說這一台在鞋位裡面 它是Recommendation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看LOW POWER 你就要用這一台DSGA 就是我們的協力廠商 BD5有出這樣的一個LOW POWER的一個Detector DSGA 它可以給你看LOW POWER的BIT ARROR這一部分 但是HIGH SPEED原則上還是透過 BUR這部分 這部分 有這樣的差別 OK 好那接下來CD5我想我是把它合在一起講 好那 新的CD5來講的話原則上C5 1.1 1.2 D5可能2.0 2.1的部分 那其實都已經在如火如土的進行了 那當然它有一些定義上的不一樣 就是說其實你會看到說其實原則上 它現在有一些定義上 從原本可能1.1部分 它可能或是1.0 它可能只定義到BOSMO 突然發覺說不行 BOSMO什麼東西都不能看 因為剛才提到RTB的問題 就是我的HIGH SPEED的部分會因為RTB負荷不了 我沒辦法真實看到HIGH SPEED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它多了一些Continue Mode 多了一些 唉唷 不好意思 Continue Mode Continue Mode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說 所以你會看到說 如果今天我用RTB 我用RTB 你會看到500MB長這樣 我們用Continue 那1G是長這樣 1.5G 2G 2.5G 有沒有 你會看到訊號其實到2G的時候 其實沒有這麼的好 沒有這麼的好 也就是說你會看到說 其實大概在1G上下 這邊大概已經 訊號已經變得比較差了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張 所以原則上來說 你看 假設今天我用Deletion 直接連結上去 有沒有 所以訊號上其實 會維持一定的水準 因為我是Continue 所以原則上 我就是50欧姆 我是100欧姆的Termination 就沒有問題 所以 原則上來說的話 它的新的 PHY 就是CPHY DPHY的PHY的WG定義 就是說它希望你在測 HIGH SPEED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Continue mode 也就是說 直接接上去 就直接接上去 但是RTP部分 Reference Termination Board的部分 它還是希望說 你在看RAW POWER 或是RAW POWER進到 HIGH SPEED這種 TIME IN的時候 你還是要透過RTP 原則上來講 那我所知道是說 因為DPHY本身 它是NRZ 所以 你不接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用 那個PROPOP 因為PROPOP的阻抗比較高 所以原則上來說 你直接接上去的時候 RAW POWER RAW POWER部分 本身對這個負載相對來說 還算小 還撐得住 也就是說 它的Label 從1.2V Degrate下來 還不會太多 還可以量 但是如果是CPHY的話 完全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CPHY其實是比DPHY還麻煩 就是說當你今天的Termination 不是Open的時候 RAW POWER完全被吃掉 就沒辦法量 所以CPHY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東西 目前我輸到是這樣 所以原則上 像CPHY有一些晶片商 像Panasonic 像Sony 他們原則上 在YAN的時候 其實原則上 他們出的報告 只會出High Speed 也就是說 你會看到都是眼圖部分 或是相關一些Mask 那 像RAW POWER部分 他們就比較沒有那麼在意 或者說他們 額外才去量 但是出報告 都是出High Speed比較多 這是我所知道的一個現況 OK嗎 好 一樣就是我們現在 不管是CPHY或DPHY 它都已經有一定的APP 所以原則上 如果要做測試 也不會這麼複雜 也就是說 你在High Speed部分 就是直接接上去 那RAW POWER部分 可能變成說 你真的要掛RTP 不然我看過去的主剛必備 如果不是Opening 或是High Evidence的話 原則上那個 RAW POWER部分 就是會被吃掉 就是會被吃掉 好 好 那當然另一部分就是說 你會看到它有 所以 CPHY部分有支援一個 叫T3 Program Sequence Mode 也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自己打 你要的 T3 Sequence Mode 然後直接去量這部分 然後這個也有支援 好 好 那CPHY另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CPHY它是一個編碼過的 有點像Punk 4 又不像Punk 4 這個東西 它是三接的一個訊號 然後 它又不是NRZ 所以原則上 我今天如果 透過NRZ 我們講的Easy JIT Plus 這個Tool 或是其他友商的一些 別眼睛的Tool 因為我們一定要還原它的Cluck CPHY我剛才提到說 它是Cluck Embedded 所以 我一定要透過一個 CDR 不管是硬體的 不管是軟體的 我才有辦法還原出 我的眼睛 對不對 那 可是 你會看到說 因為我是編碼過 所以你會看到 CPHY本身的Edge 就長這樣 就這麼多 那你會看到說 為什麼這邊的Edge 這麼clean 因為原則上 CPHY在定義眼睛的時候 它說它的一個Trigger Edge 只能夠第一筆下來的那個Trigger Edge ABC CPHY有三個 VA VBVC 對不對 那到接收單變成VA VVVC VCA 這樣子 那 它在做眼睛疊成的時候 它就只能夠 第一個Edge Trigger在這邊 其他不行 所以 今天如果你用我們的Tool去疊 它怎麼都來就會變這樣 你兩邊都邊這樣 眼睛就很醜 這個Mask舔進廢了 所以變成說今天 一個麻煩就是說 今天諸位如果沒辦法 諸位如果沒有辦法寫一個CDR出來 那變成說你就沒辦法去疊CPHY真正的眼睛 所以原則上你會看說 不管是我們家或其他家 原則上CPHY的CDR絕對不是Default的Tool 它一定是透過軟體 也就是說透過譬如說MateLab這種方式 它是把你的訊號全部抓出來 只抓First Edge那個Down Clock 才去疊眼睛 才會變這樣子 這就是CPHY第二個麻煩的地方 那你說Defy就算了 反正我只要抓訊號 你看我自己用手動EasyJIT或是SDA Tool 我直接疊就好了 我管它的 疊得出來就知道大概的Performance 但是CPHY沒辦法 它一定要透過軟體方式的CDR 去硬是把First Edge抓出來 這就比較麻煩 這是另外一個CPHY比較麻煩的地方 好那CPHY你看說它CPHY2.0 速度也快到說你看它也去Apply CTLE 有沒有所以你看它也有一些RXEQ的東西 拿去Verify 當然這個都是用一些Tool 或是用一些相關的代表 在前端那邊Meething裡面去SIM出來的東西 SIM出來的東西 讓諸位參考一下 他說你會看到2.0部分有4.5G、6G、8G 相關的部分 好那Defy部分的話 目前就是到2.0、2.1 那原則上來說 測試我想 諸位對Defy都不是那麼的陌生 那原則上剛才提到說 Defy原則上假設你今天沒有RTB 因為我是用ProB去點的 那主康必備的效應原則上 還算比較低的情況下 基本上Bus mode 或是Continue mode原則上都是可以做測試的 這是原則上目前來講 Defy其實測試上的問題上還不算大 還不算大 所以原則上透過這個APP 其實你可以去測Bus mode 可以去測Continue的Data 或是Continue的Clark 那Defy3.0現在也在談的 所以原則上它的速度你看 看一下黃色部分 大概你會看說其實也 有跑出10G以上的速度 所以原則上這個東西 會變成怎麼樣 大家拭目以待 那這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Defy本身有提到就是說 在這是 我們裡面那個有一些Mipi的update 就是說 它的Clark來講的話如果 3.0部分它Clark其實如果過小的話 它可能變成說在做一些眼睛的跌層 所以這蠻奇怪的說 目前來講它Defy3.0 Clark好像還是掛在外面 所以你看它的Clark 這可能是近端 這是遠端 所以它已經變得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好那 所以簡單來說 C5D5N5C一樣 就是透過濕波器 你就可以做一些測試 那當然C方案提到說 它可能CDR部分 要透過Tool 特定的Tool 去幫你把你的Clark 給還原出來 那Defy一樣有一個Tool 那原則上來說 就可以完成相關Mipi 不管是Low Power 或是High Speed 甚至說 Defy那個所謂的Low Power High Speed Low Power這種 Global的一些所謂的Parameter的 測試都可以 那C5D5 Receiver測試 這部分來講 我想 諸位應該 也比較少碰到 為什麼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需要AWG 那AWG你也知道 就是 要塑櫃 對不對 諸位 諸位不太可能 去搞這種事情 OK 所以C5D5來講 一般來講 原則上 大家都會去找一個 比較 general purpose的一個Source 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clean pattern的東西 直接打進去 或是說 它可能可以加一些G的 但是可能又不想 又不像AWG 可以加這麼多的情況下 做一個Source去做Receiver的測試 原則上就是這個樣子 或是說 我找個Source 是可以有 含 顯示的內容去 點亮我的面板 就如此類的 那 C5D5AWG 原則上它就是很pure 也就是說它在測你的bit array 所以 我的訊號裡面一定 含Gitter 含Noise 含相關的ISI 那因為是AWG AWG跟BURB不太一樣 就是說AWG是軟體產生所有的干擾 ISI Gitter SSC 有的沒的 其實它就裡面有一個運算的 強大的運算的一個DSP 那就是它可以把它運算出來 BURB本身是 都是Hardware的Module 所以BURB產生SSC 就一個SSC的Module 產生Gitter就一個GitterModule 產生DMSI 就一個DMSI的Module 所以BURB本身都是硬體的 那AWG好處就是 我全部都在裡面算 所以原則上 我就不用外掛任何東西 外掛任何東西 就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原則上 它就打出對應的 比較worst case的pattern 譬如說PIBS9 然後打到我的代測 我去看我的bit array是多少 原則上大部分都是 1X10的-10字 然後MIPI部分 它並不會測到那麼的深 不會測到那麼的深 好所以TOTALLY來講的話 原則上 Transmitter Receiver這部分 impedence就是透過網移 那Protocol部分 有一些特定的4421 4431 Defi的所謂的 Anonator跟Exercise 它可以打出 Defi的相關的一些訊號 然後 再打到你的代測 然後再拉回來 去看你的Protocol部分 是不是OK 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OK 那MIPI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沒有的話 我想我這邊再繼續 利用簡短的時間 把DDR給go through 好 OK 那DDR目前 我們 柱位應該比較常碰到 就是大概已經都在 DDR4跟 Low Power DDR4 這部分 比較多 那當然現在已經都在 開始談DDR5 然後DDR5聽說是6G 6G的一個速度 那DDR4 目前比較麻煩是說 因為DDR 本身速度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然後我的晶片的一個包裝 又已經沒有所謂的Pint Assignment在外面 所以要買就是預留 要買就是你可能變成說 你要用Interposter Card 也就是說 我必須要在我的 所謂的IC上面去開蓋 然後把我的BGA卡放上去 然後再透過軟體的方式 Infinishing這種 把我的效應解除 然後再去做量測 會比較貼近我一個真實的訊號 那這個諸位可能之前在量DDR123 比較沒有感覺是因為速度上還沒那麼快 那DDR4有些速度快 或甚至說 除了速度快就算了 我的Voltage還是小的 就是Low Power這種 Low Power DDR4 甚至說Low Power DDR4X 這種0.6伏的東西 就是量起來特別痛苦 那你的測量如果反射又特別重 我根本不曉得什麼叫High 什麼叫Low 所以原則上你必須要透過這樣的一個BGA卡 去把它做還原 才有辦法 看到比較一個對的去 那原則上DDR4的本身的標準的Package 也許是百四白黑或百十六 但是如果有一些Constant原則上也可以透過我們 或是有另外一家就是Natures 如果有在捨備所謂的BGA卡這種 interposter卡的話 大概就是這兩家 Keyside或是Natures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卡 然後你看它就會提供這種類似 焊接的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去讓你把你的訊號引出來 然後再透過軟體 把訊號頂背到你的訊號的最前端那邊去 當然這是Low Power的 Low Power相關的 好那原則上一樣 你會看說其實這邊就有一個例子 就是它這邊其實就是把整個訊號就是 開蓋然後放在上面 你就可以透過這邊直接焊在你的整個 最close到你的chipset的一個端點 好那有一個簡易的說明是說 你會看說其實在DDR2400 InfinitySync打開的時候跟關起來 所以看到其實高頻現在都被還原了 有沒有綠色部分 這是clock部分 那DQS跟DQ一樣 也就是說 開根關其實你會看到高頻效應都有拉回來 那速度越快越明顯 所以你會看說 我如果在量所謂的i-high TDIBW跟VDIBW的時候 Margin從越來越來越1.41.106 跳成1.96.111 所以這個其實效應是蠻驚人 這還是2400 如果是3.200 甚至現在的37.33 或是什麼4260那些東西可能就更嚇人了 OK所以新的我們現在的DDR4也有支援所謂的 除了Low Power DDR跟標準的DDR也有Low Power DDR4X 4X的部分已經有支援就0.6v那當然你也可以透過一些 Fly方式可以去 做WaveFone的一個結局然後直接就是漏進來做測試或是說透過Debug Tool 去看一些沿途的部分 OK 好那DDR我提到說他可能會用Board 這個諸位就先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目前來講還沒有一個實質的 說明跟運作那可能因為這次我們會有一些美國那邊會有一些update 所以如果有一些update的話可能 可以諸位在透過業務透過 Sales端那邊再跟各位主義的做一些update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那沒有我的報告就到這邊謝謝 謝謝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